台中Outlet商店街一片空蕩蕩 尤其正值228連假 客人確實稀稀落落 民眾趁著連假出門透透氣 但受到新冠肺炎影響 逛街口罩不離身 但更多的是連假門都不出了 業者表示以往假日 人潮至少5萬人 但現在只剩下不到4萬 少了兩成以上 不僅這間就連台中港旁 Outlet美食街 原本一味難求 現在卻罕見桌椅比人多 來到市內用餐區可以看到 遊客是明顯減少了 座位空空蕩蕩 而且用餐的民眾 還會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民眾到美食街用餐 也是盡量避免坐太近 甚至直接外帶到戶外來吃 都帶到戶外吃這樣子 盡量都是口罩 不要在密閉空間這樣子 用餐的人不會像以前 那麼多人 盡量錯開一點會比較好 業者說目前無法估計 影響的來客數 但坦言人潮的確減少 2月8連假強碰疫情 各地Outlet 人潮大受影響 但業者都強調 商城是半開放式的空間 還有定期的來消毒 就是希望民眾能放心出門消費 記者公益的李雲杰陳 事業SNG小組 台中報導 東 東 東